这个猪脚炼猪脚汤 对对 清汤也行 这个里面是猪血是吧 鸭血 鸭血和龙骨 龙骨对对对 肉丸 磨汤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一大汤 吃这样都挺不错的 都是挺好的 比如说你吃过那个大辣 你连吃一个礼拜 我发生你一个礼拜 以后你会想 就是这么神奇 我要加一个糯米血 还有呢 都是外地人吃 都是要鱿鱼 要海鲤 要虾仁 基本上都是要海鲜的 然后本地人都这样吃 是不是 都是本地的 都是差不多大肠小肠这些 今天尝试一下 本地人的吃法 我们都烫多了 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要烫得熟一点 差不多要烫出去 我们有沙茶 龙面 清汤面猪脚面 四种可以 四种 那么说您这个沙茶汤 被称为磨汤是吗 对没错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沙茶这个东西是 36种东西煮成了 要成一锅沙茶汤要40多种的颜料 大龙骨汤要熬24个小时 还配置所有的汤 所以现在外面的沙茶都是山寨的 不地道不正常 它不同的配方 这是豆腐 这豆腐就是沙茶 地地大道 正宗的沙茶 这个是沙茶汤 对 沙茶汤是微辣 四种多种的颜料在里面 我们这个是卤汤 我们里面有黄花菜香菇蛋 大龙骨汤做底跟瘦肉汤做底 配置这些 这是汤底 然后看要配什么料加上去 浇这个汤 OK 这场美国沙茶汤要40多种的颜料 要在里面 所以我的沙茶汤在本下面 我排第2不敢有那他说排第2 啥要春年说发誓 周日发 还没有我的发型 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09年上海市佛会 我邀请 我山上去坐我都没去 我们这边总共有 30几家的电视台过来过 我们这边采访 我是一家伴侠 北京新华社 北京杂志社 马红沃 打印NPP 新浪 微博 腾讯 央工的二套 四套 九套 十三套 香港 台湾 澳大利亚 哦 你看你多不多 很牛逼啊 哈哈哈哈 财 收入 打鼓入 海底下的六一 都可以下 自己写 加热料17 加热料多6块 我们23 23这个加热 多6块 要好29 底下 红糖 红面 都自己出块 可以 可以 鱿鱼是6块是吧 加一份 不 等于是 好多 猪肠是多少钱一份的 6块 也是6块 嗯 底下十斤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好得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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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十斤 这个料子 blacks 歌 你们早餐一盏盆中午还要各下去 这是一份猪脚面 这是多少钱 25 这个环境就在这个巴士菜市场的路口 然后这个桌子也就是有三张桌子的样子 这个面是熟面吗 感觉就熟的 就烫几秒就可以了 这个是熟的 做到今年44年 过了春节就45年了 这是以沙沙为主就是 因为我是沙沙起家 那叔叔你是 就是一开始就是这种穿着打扮是吧 看你就不像一个卖饭 从年轻到现在都保持这个红色 一红白白眼色 内外都白不容易这样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你看我多少岁啊 有50多 我儿子46了 你儿子46 所以你今年就得 差一点70了 叔叔要脚脏瘦肉 最好一个很快的 一半六十只 一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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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日 老板 不得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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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叫我那去能够炒豆腐薄薯鸡的 这一碗都是料面特别烧 这是猪腰是吧猪肝猪腰这样子是现烫的好 这个 34 63 你这边34 821 你们那个45 六十小款六十三转 就像个就是一碗是吧 这碗是一个最大碗没开的 这碗是一个低的 第二点的 下个八百的 你怎么看的 那 你还没变成 我哈 平时你的娱乐爱好是啥 我什么都有 只有西都没有 哈哈哈 土坡没有 爱好广伴啊 对啊 咱们这个小摊就是一直在这个巴士的路口 对对对 我这一个摊 很多人都要来家门 我都不要 我这一份是多少钱的 今天中午我们在厦门的巴士菜市场路口 来吃一家有生小吃 这一家小吃店呢 也被称为巴士周日巴小吃店 就是这个老板长得神似周日巴 昨天我们见到那个老板的时候 老板是一身白 看到老板的穿衣打扮 就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做餐饮的一个老板 因为老板呢 也是穿戴特别的饺子 然后用他们当地人的话 讲出这个老板的形象和气质 特别像那种 闽南跑江湖的那个江湖大哥的气质 这个是我要的一份27块钱的沙茶面 它沙茶面是17块钱一碗 一碗17块钱的沙茶面呢 是只有面和虾仁 或者是鱿鱼 或者是瘦肉 就是17块钱的沙茶面 只可以放一种肉类或者海鲜 然后我又加的这个是猪肝 猪肝应该是5块钱一份 这个是生烫猪肝 然后鸭血是2块钱一块 这个是米血 如果不是看到刚才 很多当地人这样要的话 我是咋死都不会这样要的 因为看到当地人都是这样要的 要米血或者是猪肝或者是猪肝 然后最后再加瘦肉 大肠小肠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外地人来这吃沙茶面的话 就肯定会要 鱿鱼 要虾 要瘦肉之类的 今天我们也来尝试一下 厦门本地人爱吃的沙茶面 其实与其说是一碗沙茶面 不如说一碗是海鲜面 因为其实它里边的面是很少的 只能盖到这个碗底的位置 它这个面条是熟练的 鸭血放到这里边是特别的嫩滑 不得不说福建这边真的是特别会吃 米血豆腐就是 是糯米和猪血做的 就是吃上去软软糯糯的 其实这一家的沙茶面 最出名的是这个沙茶汤 也被当地人誉为磨汤 像米豆腐了 鸭血了 吓人了 其实都不是客色 喝了几口沙茶汤 真的是和别的地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这下老板讲的也是比较的神啊 里边放了有四十多种的调料 混合出来的这个鸭汤 我觉得就凭这一碗汤 不烫海鲜 不烫肉类 烫鞋底都好吃 所以我就不行了 龙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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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三 conversations ��基地 英 Au